大家好 从上时间看到国际的最新消息 印度中部城市印度尔一座寺庙 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半左右 是发生了地板坍塌的重大事故 超过40多名的信徒是垂直的坠入下方的深井 至少35人死亡 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座小寺庙里面 整块地板是全部都不见了 相当的害人 根据报道 印度30号是引来拉玛街 所以有非常多的信徒 他们都进到寺庙来祈福 那么根据目击者还原事发的现场 不幸往生的民众当时都是在祈福 不料地板却瞬间坍塌 那么根据印度媒体爆料 这座地板事实上是被用来覆盖井口的一个混泥土板 并且是在这个上方盖了一座寺庙 消息一出立刻是引发了外界抨击 批评政府竟然同意这么不安全的设计 媒体跟披露救难人员竟然等了一个多个小时 才到事发现场 对此官员表示 目前已经对这起灾难进行调查 前日国际消息是看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会晤俄国总统普丁之后呢 现在新一波的外交活动也正式开始了 目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尔 以及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 三国领袖呢都已经抵达北京了 那么根据大陆外交部的消息 三个人分别会和习近平来会面 就双边的关系 还有国际的地域问题来深入的交换意见 那么先看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他是在疫情爆发四年之后呢 首次的出访大陆 面对大陆来说呢 其实对大陆来说呢 其实他也是访中次数最多的一个 外国人的领导之一 不少的媒体这一次就分析 认为呢 这一次的访问将会展开 疫情之后 时代这个中心关系的一个新篇章 李显龙他势必呢 是会和习近平谈到美中的关系 因为呢 在美中关系日益恶化 而且呢 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是 越演越烈的这个背景之下 作为东南亚地区和美国关系 最好的新加坡呢 如何来处理双边 美中的关系也成为李显龙 这一次访问的最大看点 尤其呢 李显龙他日前在接受大陆央视访问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世界是没有办法承受 中美之间是发生冲突 而在昨天呢 可以看到2023年的 博鳌亚洲论坛上 李显龙他也再一次地对美中关系示警 他点出了维持稳定的关系上呢 这两大国要负的责任是特别的大 演讲中他也是具体的建议 美中两国应该要消除分歧 稳定两国的关系 建立一个足够的信任 还有尊重 才可以呢 在领域是进行一些合作 因为目前呢 美中在贸易投资 还有新兴技术的这个竞争之下 共同面对粮食和能源处理的方式 都已经严重在世界上去落后了 而现在呢 亚洲已经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区 全球呢 是有超过一半的人口都在亚洲 而且呢 现在亚洲也是教育人口越来越高 所以呢 两国应该要合作 那么除了李显龙 他是替美中关系忧心 在亚洲方面呢 他也认为了 应该要建立更紧密 相互交织的一个关系网 而今年呢 其实也是正值 马来西亚和大陆 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 那么这也是马来西亚总统 他就任以来呢 首次访问北京 预计双方将会脱过此访 来推动中马的关系 朝着命运的共同体势 一同的前进 另外 作为中国在欧盟内 最重要的一个伙伴 西班牙 总理桑切斯 他同样呢 这一次也是首次的访问中国 预计也会推动这个中西关系 另外 日本的外向林方正 也是正式的宣布 将在明后天会访问大陆 并且是会晤大陆外交部长秦刚 那么这也将是2019年12月 时任日本的外向访华以来 回为三年 再一次有日本的外向访问中国 预计双方会谈到欧文问题 还有大陆在东海冲绳等地 是频繁的军事活动 来听林方正的说法 明日4月1日から2日にかけまして 中国北京を訪問いたします 今次訪問においては 慎吾国務委員 県外交部長等との間で 会談を行い 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 関係の構築に向けて 率直かつ突っ込んだ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す 法人拘束アルプス処理水につきましては これまでも中国外に対して 日本側の厳正な立場 これを申し入れてきてお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今回の報酬に当たっても こうした問題含めて 一連の課題について 我が国の立場を しっかりと説明し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大陸的外交部 大陸的外交部 在今天的記者会上 法案人毛宁也對此提示 作了一個回应 毛宁他證實 林芳正是因大陸外交部長 秦刚的邀請 将会在4月1日2日 来訪問中国 不过同時間 日本宣布将限制 23種的半導体制造的出口設備 有分析就已经指出了 日本宣布的限制 实际上是和 美国遏制大陸的制造 先進晶片的能力 是保持一致的 而大陸外交部 今天同样也作出回应 全球芯片产业链 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 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 共同作用的 将经贸和科技问题 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人为破坏 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这种行为只会损人 害己 伤心费 人为破坏 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代表 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水平均 温柏链的稳定